原标题 同样是开国皇帝 为何刘豫要对司马是这样赶尽杀绝呢 在历史上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 政权更替频繁 长年战争 北方少数民族更是铁骑南下 刺虐中原 这段时期后成三国 由曹丕建立的魏开始 一直到随建立结束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就是灭亡晋朝 建立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豫 公元420年 刘豫夺取了晋宫地的皇位 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与当时的普遍情况不同 刘豫是地道的寒门出身 这在当时世家大族林立的时代 几乎是不可能出头的 但是他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财杖和军功 一步一步地攀升到高位 最终掌握大权 可以说正是因为他 才开创了天下寒室进入朝堂的先河 那么这样一个人是怎样发家长兵 最后走到巅峰的呢 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 一方面 上司靖安帝非但不是明君 反而只是一个大字不识 陈志 不轻地弱智 在这样的人手底下坐实 自然是肆无忌惮 另一方面 当时战乱频繁 武将全臣都有割据的意图 由于受命平定这些势力 在不断的征战中积攒了自己的人马 成为了以后称帝的军事宝藏 当时的他平定横旋后 就受封宋王 权清朝隐 甚至可以说是有时无名的皇帝 这时的他 自然不甘心觊觎人下 出现了篡位夺权的念头 他确实有自立的实力 不过 在废掉安帝后 刘豫却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拥戴了进安帝的弟弟为弟 是他不想当皇帝吗 自然不是 主要是当时流行过一句话 叫昌明之后有二帝 为了避坏 这才不得不再立一个皇帝 这次两个皇帝都有了 应该没问题了 刘豫迫不及待逼迫斯玛德文 推卫 自己做到了九五之尊的宝座 当了皇帝后 他效仿前朝开国皇帝 封斯玛德文为二字王 表示 一切都按近代的制度 安静的善待前帝是真 这刘豫 可就未必了 表面上他让别人回到封地 装出一副宽容大量的样子 实际上派出大将跟着 要时时刻刻紧盯着他 不让司马师有任何机会 后来在司马家出生了幼子后 刘豫就立刻下令处死 要斩草处根 这样还不满足 他还想杀死司马德文本人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经过很长时间的试探后 刘豫终于找到机会下毒 毒杀了这个司马家的最后一人 随后立刻下令 屠杀司马家满门 同样是开国皇帝 为何刘豫要对司马是这样赶尽杀绝呢 细细分析 无非是这三个原因 其一是自己年事已高 但儿子尚有 留着司马始终是个隐患 其二是由于出身寒门 没有世家的支持 其三是政权的不稳固 如果留着前朝皇室 指不定那天就复辟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客多多责任编辑 当电编辑 我 我 我们 为